下一位嘉宾 要隆重介绍一下 是我的心动女嘉宾 哎呀 有完没完 他对别人是刀子嘴 对我豆腐心 臭豆腐吧 臭豆腐我就能理解了 李丹 闭上嘴 在别人的眼中 他很毒辣 但是在我的眼中 完美 他是谁呢 他就是天空中最亮的星 金星 你说你还怎么上 好甜哦 掌声欢迎 我三年在心中 默默期待的CP 金星 妈呀 妈呀 哎呀 金姐辛苦了 看姐怎么苦啊 好嘞 金姐 金姐你受苦啊 金姐 不好意思 金姐 你受苦啊 你受苦啊 好 啊 金姐受苦了 哎呀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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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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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对 像主扒啊 这个劲儿是 好了 坐吧 那我回了 坐 回坐吧 快去吧 哎呀 哎呀 差不多得了 在我开吐之前啊 我跟你说啊 这节目以后不能上了 原来吧 吐到他会挺过瘾的 但发现这个节目越来变成一个尊老爱幼的节目了 既然我敢坐在那儿 我就敢让大家怎么吐的眉身 但吐的也不过瘾 太香 哎呀 礼尚往来的 真没劲了 太没劲了 张绍刚 听说你啊 他老想跟我玩CP 看到他 我脑子完全空白 只有五个字 那什么字吗 丑人多咒怪 说他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赵刚没问题 再来认识这么多年 如果你觉得这个五个字 对你生命当中太沉重 接受不起的话 送给旁边那个人 送给蛋总 他接得住的 他绝对接得住的 张大 张小小 我刚才说蛋总能接得住 丑人多多怪 你乐什么呀 别什么热闹都臭 姐爸给你出个主意 善意的 劝告 在那个大的下边 加两个点 以后就要张太太 什么节目都赶上 什么钱都要赚 17年的时候吧 甚至还参加过一档 叫什么 原创警犬成长 那一节目 叫做 骑兵神犬 看到这个节目以后 消息我惊呆了 我真呆了 我说现在什么人 都可以当警犬了吗 警犬的门槛那么低吗 你以为你乱咬乱叫 就可以当警犬吗 张小小 跟姐也不陌生 趁这个节目 赶紧站起来 给警犬道个歉 给警犬道个歉 真的 许之远 许先生 李淡 你请的嘉宾 我吐不吐啊 随意随意 他不不让别人吐他吗 不不不 老伴听你的 你说 你随意 许之远那个紧张 那个手机怎么握呀 姐妹儿 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 没有 我们俩很多年没见面了 一见面的时候 我说 我说 哥们 你那些厌世 我全知道 我说姐 打住打住 给兄弟留点面 我说 没事没事没事 其实啊 今天我一半的时间 准备吐槽许之远的 但是我一到现场以后 把所有的工作人员 面带蓝色 就跟我说 姐姐姐 收点呗 别别别 许之远 老师内心比较脆弱 你看你要上台 那么说的话吧 因为文人兜不住的话 脸色会很难看的 然后我说 哎呦 我说你们真不了解 徐老师 他是个有文化的人 心里下没那么小气 格局大着呢 他怎么会脸色难看呢 他就是单纯的脸难看 真的 真的 弹总 有私人关系啊 因为许主演出了他的书 所以弹总请他来做嘉宾 但是呢 弹总也是心机特别多 他就想用那个 徐老师 许先生那个奇帽 来蹭托他的美色 奇帽 奇帽不扬的那个奇帽 什么奇帽 为什么那个 金姐的土豪又捧着 所以说你看看那徐老师 货托分多好啊 149分 一针人质托的价钱 所以说徐老师 下次穿鞋就一只脚穿 人质托了 对吧 好了 咱不说了啊 颜鹤奖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我以前都不认识他 怎么能不认识 开玩笑了 相声事业刚刚有点起色了 那个郭大少爷啊 郭麒麟啊 你们老师的儿子 大少爷就给你抛下了 人有这个资本啊 人爹是谁啊 对吧 人家开的店 那当然想抛谁就抛谁嘛 对吧 所以说 事业刚刚起步 心就慌了 但姐是过来人 贺翔 咱小伙特别好 这两天一聊吧 真是时尚人 姐跟你说啊 别看郭麒麟 郭大公子在外面 又拍综艺啊 又拍戏的 那都是逢场做戏 真的 就男人嘛 都是一个德行 玩累了 玩够了 自然就回来了 这句话也就金姐敢说 在家有点耐心 在家有点耐心 哎呀 李雪晴 我们东北小姑娘 还挺好的 就算我们赵本尚老师 退役了以后 她就接班了 弘扬和铁领的文化 对吧 但你和建国 炒CP之后 我觉得有点不地道 真的不像咱们 东北女孩的个性 你看你 自己参加了 那么多的活动 和那么多演出 抓了那么多外快 你怎么不带下 我们建国呢 对吧 你就这么对 我们的建国吗 这个CP吗 对啊 你看 我常常看 怎么不忍心 因为我也喜欢建国 然后有点感觉 什么感觉呢 就泄墨沙驴的感觉 是不是 你看这CP草这么好 自己夸 又是喜剧人 又干做那么多节目 说我这么一看 难道我看人看片了吗 这丫头挺好的 不对 我再仔细琢磨一下 瞧瞧这手段 瞧瞧这野心 这活脱脱一个 铁领邓门迪 绝对的 铁领邓门迪 那你们把我们 盘紧的莫多克怎么办 这两个人的CP 完全是弹总 就为了节目效果 给应酬的 根本就不合适 明白吧 根本也成不了 你们别玩这个了 也不知道 他谁给取的名字 叫什么雪国列车 妈呀 你们眼睛都瞎了 怎么雪国列车呀 这不雪国参车吗 什么眼神啊 啥眼神啊 来 威亚 前辈 在电商直播 我觉得是晚辈了 这是前辈了 带货女王 不止日用百货 什么卖都好 还卖个火箭 大家都说了 卖个火箭 事闹得挺大的 确实挺大的 那天姐姐 咱们点进去一看吧 哎呦 明白了 那哪是卖什么火箭 那是火箭上的 一个广告 对吧 大小姐 这种拨眼球的手法 减见多了 上一次我还看到 一个消息呢 说了 疑惑 金星能不能孕育生命 看到这个标题 以后我气坏了 这不明知故问吗 谁这么多管闲事啊 点进去一看 天文学家 对不起 误会了 对不起 误会了 好 薇娅小姐 最近上了很多中音啊 非常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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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都有时间 来到我们吐槽大会了 你看吐槽大会 这点小钱 它也要赚的 这比不上直播吧 薇娅小姐 所以说 最近是货卖不出去 还卖不好 不会的 这事在女生上永远不会出现的嘛 有一次在直播间都哭了 说工作太多 没有时间陪女儿 有时间来我们吐槽大会 没时间陪女儿吗 女儿天天自己在家照顾自己 哎呀 这么多年 我见了很多独立女性 但独立女儿还讨一回见 真的 真的 我现在也开始做直播带货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吐槽薇娅呢 是来学习的态度 怎么卖货 我发现很多主播 都会引导你冲动消费 让你买一些吧 哎呀 你根本用不到的东西 所以作为消费者 不要人云亦云 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 理性消费 不要被任何人所影响 来姐的直播间 来姐的直播间 姐让你买 你再买 好了 谢谢大家 我是金姐金星 谢谢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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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咱们又赢了 习一的感觉 你肯定赢 谢谢金姐 三 二 一 锁票 来吧 各位 让我们来看一下 优秀的金姐 在她的吐槽结束之后 她的吐槽热力值 是 我觉得还是我那样吧 金姐的风格 金姐的语速 金姐的表达方式 但是我觉得还吐得还不过意 心姐 怎么着也得一百九吧 我觉得应该没有国仔包 对吧 肯定应该不是全场最包 我觉得她应该 国仔有一百七十八 应该没有这么 她有可能跟王静罗差不多 好 哦 哦 哦 嗯 一百七十六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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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 这么高啊 哇 一百 谢谢谢谢谢谢 哇 你厉害黄宇 谢谢 所以咱们 哎 咱们下班了可以 对啊 我们这个也对比太明显了 下班了 没有 但他们三个人啊 刚才大家说了 他们三个人这个是 是那个 他们两个人 对 失去了一个人呢 还是有机会的 对啊